欢迎来到空调小的事,我是老柯 今天清洗这台2020年的分离式冷气 其实我以前蛮讨厌LG冷气的 那现在这台LG冷气令我蛮意外的 让我想起以前的LG设计非常的差 你在拆外壳的时候 要有第三只手去拆连在电脑上面的线 也就是说要有个人 帮你把拆下来的室内机外壳先撑着 你再去拆那条连接线 当然装回去的时候 一样要怎么做 这台LG冷气 跳脱了以往的框架 你要先拆这一块 这样才能看到螺丝的位置 这边是滤网的位置 拆滤网更方便了 外壳上的卡榫位跟蛤蜊蛮像的 整体材质方面 我觉得非常的好 感觉LG的环保材质加的蛮少 在清洗的过程当中 感觉到壳表面上有一层油墨 但并不是日历那种洗不掉的油墨 LG的脏污一洗就掉 但也因为都是黑色的关系 看不出来霉菌深入洗不干净的状态 这台开启的时间大约是24个小时 在脏污的累积速度上已经算很慢了 让我觉得不管是金属材质 还是塑料材质 感觉本钱真的下蛮重的 虽然机器不错 但还是要讲最大的问题 是它的维修 若可以开放让一般的师傅买得到维修料件 并且维修料件的存放时间有10年的话 那就真的可以买了 不过通常做得太好的机器 到最后都会面临没料可维修的问题 若可以突破这个问题 那就还蛮吸引我的 在整体拆卸的过程 其实并不难 至少比国际高阶机种简单 而且在某些细节的表现上 都比国际还有通用机还要来得好做 这算是令我蛮意外的 我们下远的工作 我们下远的工作 这些电脚的用来 最后的电脚的用来 给我们下远的电脚 我们下远的这种电脚 但是我们下远的电脚 我们下远的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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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电脚 我们下远的电脚 就要用了 电脚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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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中火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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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